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南都商会会长苏明玉 伴差不立 致使今供拖延后又遗失 拙 即日起 苏家私仇皇商 采满印信凭证 即刻停用 为同南都制造司 则优者评选 重录皇商 再行供奉 请此 草民苏明玉 领旨谢恩 来 明玉 来 明玉啊 咱家知道 你这次 委屈 也不知究竟是谁 去了圣上面前挑拨 其实先前哪 咱家还单独上了分辨折子 替你说情 无奈 无奈 黄命 难为呀 莫怪咱家 刘叔 您这是哪里话呀 这次圣上开恩 给咱们苏家 日后还有重新参选的机会 你有所不知 其实 今日 要传的圣旨 有两道 云东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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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 赵曰 南都商会会长苏明玉 近日玩忽职守 而等商户本不是架色 逐利而已 朝廷开一线之天恩 赐通商之便利 而等近不思尽心图报 反思节商会 使南都私下沸腾 民怨四起 如南都商会自即日起 一体查封 以敬效尤 钦此 不怕 就算要从头开始 我都陪着你 茗玉 你能这么冷静 我没想到 只是 眼下的危局 恐怕不是靠二人彼此安慰 就可以化解 可这是当今圣上下旨 还有如何化解的法则 接连两道圣旨 已经动摇了苏家的根基 但你们有没有想过 若是还有第三道 第四道圣旨 那该如何 明兄是说 有人针对苏家 是能请下圣旨的 无非就是官家的人吗 可咱们做生意的讲究的是何其生财 尤其是苏家 也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官家的关系 陈冬甲你这么说 是我怀疑的人吗 可掌柜 这段时间坊间的事务 你就先停一停 好好陪陪茗玉 我这就去查证 一有什么消息 马上通知你们